好我們來看看這個PRESS的這個簡報 那麼老師其實剛剛有看過就是我們簡報的方式 有沒有發現其實如果老師有用過信制主 你會發現這跟信制主概念一樣 只是他把它再美化一下 好那這個呢您看一下我們這個 在這邊好 那像這個是完整的圖 那麼我就從這邊開始介紹 像這樣子點了 欸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一般我們常用的簡報大概就脫不了這幾個嘛 微軟的還有什麼 Mac上有一個T note 效果也蠻不錯的 好也蠻不錯 那另外就是我們一般的免費的Office Libber Office Open Office 那這些他都有一個相同的書 一個特性就是一頁一頁 所以我們用久了微軟的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說 我好像簡報就是一定要一頁一頁的 事實上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如果呢老師你要使用這個Tlex的話 第一個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一般的免費帳號 現在應該應該還是100Mb空間 好還是100Mb空間 然後呢 只能就是線上編輯 還有就是要設為公開 所以老師有點疑慮對不對 沒有關係你看一下 因為我們是教育版的嘛 所以呢 您如果用學校的信箱 只要是EDU的 EDU的信箱 去註冊的話呢 現在應該不只500Mb空間 我記得是2G 有調過的 2G 那這個部分 還是可能線上編輯沒有錯 可是呢 你可以設的私人 也就是說 我有些簡報我不想公開吧 我就自己編輯就好 好所以這個是 我們用教育版一個優勢 那當然他有付費的 好每個月付多少錢 這就看您了 他本身呢有那個 軟體的部分也有 可是那個是屬於付費功能 好付費功能 所以那個我們就不討論 那麼 您可以先到這個Place 先註冊一下 那麼註冊完之後呢 再從一般帳號 升級為教育版的免費帳號 好當然您可以覺得說 我還不是很確定的也沒關係 我們先來這個地方 您到這個網址 到這裡 trezi.time 點進來 雖然沒有中文 但是真的不會太難 可是您可以打中文字 好可以打中文字 好您看右手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 Lowin跟GetStart 那我們就從這邊來註冊一下 好他有告訴你 我們的 有沒有 我就選擇 用Public 這個 免費的就可以了 右手邊這個 好進來之後呢 可能就要麻煩老師您在這邊 稍微填寫一下 學校信箱 好 學校信箱 密碼 然後呢 這樣子就可以 那 好了之後呢 都有他 這個 他不會 不需要 就是 去 去啟用 一般的帳號不需要 特別去 啟用你的那個信箱 可是 待會我們要升級成教育板的時候 因為一定要認證嘛 才知道說你是不是真的 所以 他還是會寄封信給你 還是會寄封信給你 所以 我先 等老師一下 請您先來註冊一下 好不好 來您到這個 prezi.com 那老師呢 您都注射好之後呢 您到進去之後 如果你現在在他的那個導覽頁面 沒關係 就重新回到這邊來就好 也可以 你會發現 因為你已經登錄了 所以右上角這裡有一個您的帳號的名稱 好 帳號的名稱 你點這個三角形 好 你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叫setting an account 從這邊進來 好 從這邊進來 你可以先看一下 你目前的這個 帳號的一個情形 像我在這邊有沒有 已經是EDU的 對不對 而且是free的 那 各位的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你按這邊 upgrade升級 好 那你把他升級到哪一個版本 升級到我們的 EDU的 目前的這個 好 你可以去選擇 你可以去選擇 你就選擇這個 好 那 繼續 這個時候呢 他就跟你 確認 因為我的已經通過認證了 你如果繼續的話呢 他就要求你 萬一你剛註冊的時候 不是用學校信箱 他會要求你打一個學校信箱 而且呢 會寄一封證證信到那個信箱去 所以你可能就要去收信一下 好 那他裡面有個連結 你把它點了之後 就OK了 您的帳號那邊就變了 所以您如果升級完了 您看一下您的這個 這裡 他有告訴你那個空間 我看一下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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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裡有一個空間的大小 他現在沒有 沒有 看一下 我印象中這邊有 現在變4G 有沒有 他後來空間有在提升 之前是只有500MB 現在變成4G 所以他也是一樣 就是只能 你可以控制要不要分享 還有就是只能 在什麼 就是在 雲端上直接編輯 就不能離線了 你要離線的 有沒有 Walk offline的 一定要是到這個 Pro的版本 才可以 那那個部分就是要另外裝軟體 然後付費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部分呢 老師可以看看 如果你現在只先講玩看看的 其實不用分級也沒關係 反正都一樣可以用 這樣大概了解齁 好 就要請你 我來參考一下 有 有